噔噔 游戲犬 符文召喚 因為這個遊戲符文才是決定你這個魔靈生存力的這個關鍵啦 所以我們來打一下這個卡伊洛斯地下城 會有掉很棒的符文出來 卡伊洛斯地下城 我們來了 這邊有龍之地下城還有巨人地下城 這兩個地下城是主要玩家們來打符文最常去的地方 然後我們看一下掉落道具信息 這邊看到很多他會出的地下城 然後有些地下城是特定日子才會出來的 像下面這邊你看寫下一次開啟他會寫什麼時候會開啟 這些地下城不是每天都會開 不過只有龍之地下城還有巨人地下城兩個關卡 他會每天都開個硬打 然後龍之地下城他會掉吸血符文還有全部的隨機符文 然後巨人地下城他就是掉絕望跟其他隨機符文 如果你要打絕望跟吸血這兩個符文你就要到這邊打 然後我們今天要打的是巨人地下城 比較好打一些 這個巨人地下城呢我在巴哈跟PTT上面 看過很多前輩的文章 然後有學了一點組隊的方式 然後下面有教很多 怎麼樣組隊才可以在巨人地下城的 第10層 能夠開全自動來打 那我們現在就來介紹一下巨人地下城的第10層 要怎麼攻略呢 第10層的巨人地下城的組隊規則 第一個 你需要有三隻主力角色來維持你這個隊伍的平衡 根據巴哈上面的前輩講 需要三隻都是風系的 因為你這邊這個怪他boss是水系的 那你至少一定要用水系或風系 才會避免被他剋 然後加上這樣子的話 你上buff也會比較容易上去 因為這個遊戲你就是要一直給巨人上狀態 那如果根據屬性狀態你今天水系然後你結果拿了火小丑來打的話 處於弱勢的人 這樣子的話火小丑他的dodge可能就不容易上到巨人身上 應該是這樣子 吧 不負責任 我這個不負責任的攻略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接下來我們來 用的是 下面這邊這個是好友模式啦 不過 今天這個示範我就不用好友模式 因為我這邊的隊伍足夠可以讓我全自動在四分內打完 我們來選三隻 一開始有三隻一定要打 這三隻一定要練 一隻兩隻 三隻 左邊第一隻是光曼 光曼是補吃煎奶嗎 我都叫他補媽 這個補媽很重要 因為光曼他的三技被動技是 他每次攻擊只要有暴擊的話 你就可以補血 然後把光曼的那個暴擊率撐到100了 所以我們光曼在每次打的時候都會給全隊補血 是一個很棒的奶媽 中間這一隻呢 他是風小仙 風小仙很多剛開始玩的新手會想說 蛤風小仙 可以用嗎 拿到的時候還兩顆星很弱耶 可是沒有啊風小仙其實他練到六星跟五星是很好用的 風小仙他好練的地方是因為他的 防禦力成長很高 打巨人的時候通常防禦力都要撐到700以上 那我這個風小仙我有稍微撐一下防禦力 所以他防禦力是934 那他在打巨人的時候巨人巴你一下 你身上這個皮掉下來的時間會 比較慢 那個你的補媽才來得及 用OK幫幫你貼回去 喔阿狗把你吸一吸 下面他的 風小仙的技能幾乎都是上buff 還有對boss下降命中率 還有這個降速度的負面狀態 風小仙跟這個風格絕配的原因啊 是這個風小仙 他是負責下緩速的負面狀態 然後風格又幫忙自己的隊伍下這個全部一起把速度增加的狀態 所以如果你兩隻搭配起來使用的時候 其實他在巨人地下城裡面 是對boss有一個相輔相成的加成效果 然後我們今天介紹的組隊方式是以穩定為原則 就不是拚速度的 那 文打的話其實就是配風希 風希爾菲德 希爾菲德他是配這個北風盾 北風盾是給全隊上一個吸收傷害的護盾 可以吸收一定傷害之後才會傷害到本體 風尚拳 風尚拳我會很推薦喔 風尚拳這個東西是現在包含上面看到的 風尚拳為什麼要配風尚拳呢 他只是一隻原先三星啊 人家在選尚拳的時候 其實會選那個水尚拳跟火尚拳 火尚拳很棒 不過我現在手上只有風尚拳跟水尚拳可以用啊 好奇怪啊怎麼抽都抽不到火尚拳 水跟他來呀 那在沒有火尚的情況下 其實我就是會先優先練就是風尚拳 為什麼呢 風尚拳最為人圈道的地方就是他的三技 他是一個復活角喔 他是可以復活別人的 那復活角在遊戲裡面大家都知道不多 就那麼幾隻 那風尚拳他除了復活就還可以當奶媽 奶奶媽 這是哪一個地方的腔調 奶媽他可以當奶媽 恢復多少的體力呢 這個他這邊寫是恢復少量的體力 可是其實因為 我有把他攻擊力撐高 所以他還 恢復了蠻多的 然後這個風尚拳因為他很棒嘛 他的攻擊力可以去增加他的補量 所以他補量不是固定的 他攻擊力加越多就補得越多 那這個時候我們隊伍裡面最好就可以有一個 可以加全隊攻擊力百分比 的領袖技能的一個魔靈 那這個地方當然就選他啦 這一隻風格 風格里芬 風格里芬他的隊長技這邊寫說是 全隊風屬性攻擊力增加30% 那30%的狀況下 大家不僅打得痛 那這個補師也可以補得多多 開心 接到歡喜 好 我們今天配這個就是 比較穩定的打法啦 如果你要配快速的打法的話 就是把這個換掉 把這個風吸而非的換掉 因為在這個隊伍裡面啊 你今天如果可以打到很穩定 連這隻風吸都不需要 剩下4隻你都可以很穩定的過的話 那 這個風吸的穩定其實都不需要了 那你要加速度的話 其實就是把風吸換掉 然後去換一隻比較好的打手 像是風系的風仇啊 或者是風幻影神偷啊 這些東西都算是蠻好用的 不過風醜這個東西 我是目前沒有抽到 請大家多包含 不過像下面好友這一些啊 好友他們都會使用 像 呃 鳳凰啊 水鳳凰 這一些 比較好的原生五星的角色 他可以合成出來 不過我目前是沒有這個時間 跟毅力去搞 這 四隻五星 去召喚出這個 鳳凰的角色 因為我覺得 豪費功夫啊 當然你可以用其他的 像是後面這一些啊 很多人他們都會推薦使用 瘋小丑 瘋醜這個角色 那瘋醜這個東西是 比瘋頭好 因為瘋醜他三個技能裡面就有兩個 是AOE 可以進行 範圍傷害 那瘋頭只有一個 再加上瘋醜他的這個切斷數 這一招啊 切斷數他是 無視對方的屬性 是無視防禦力的 那當然在打巨人的時候就不會受到巨人 隨性的屬性牽制 也會增加整個隊伍推圖的效率啊 那我們今天就先用 風吸 好我們用風吸開始打 好 現在打這個隊伍是屬於 比較 穩定型的 打出來的時間差不多6分到7分鐘 巨人的bub跟debub是非常危險的 消除才是關鍵喔 他這個遊戲會給你一些小提醒啊 怕你打不贏 現在畫面上看到的是 遠古巨人 身上有奇怪烙印的 大口袋 總共有5層啦 我們先從第一層開始打 然後這邊開始我們用 全自動的方式打 我們看他自動會變怎樣啊 全自動 好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現在 風吸先給我們這邊隊 開始上了 全部隊的 防護罩 你看到上面有泡泡的這個buff 然後呢 我們 我們的風格跟風效先開始在對對面的 這個敵方進行紅色的buff 你看已經有一隻被被圍剿了 OK剩下3隻 其實在如果用 如果你用手動打的話 右手邊的長得很像水晶的那個要先打 因為他會用連擊 先把他清掉為妙啦 不然他會一直對你垂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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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他們還在持續的打 目前這邊損血都不會很多 不過到後面的 第四關到第五關的時候 如果你的防禦力跟體力都沒有撐得很高的話 有可能 就會有翻車的危險 那這個遊戲他其實 你在組隊的時候 有一些 有一些很厲害的網友 他們已經有歸納出一些 基本上你這樣組 就會 就會贏的一個組隊的方式 就是 你在組隊的時候 第一個 你的體力要組到 至少一萬五以上 你用符文去撐他 然後 建議的話就是 上瘋小仙可以用體趴 我的瘋小仙是用體趴 然後 第二個 就是 你的 這個 命中力要高 命中力並不是每一隻都要貼喔 命中是你有要上 對對方 要牽制魔王的那一個 你才會用到 像我就是 我的瘋小仙跟風格都有上命中 因為我的瘋小仙跟風格 主要就是負責 對那個魔王上那個 緩速啊 還有 降命中率啊 還有降魔王的速度 講過了 講兩次 還有降那個魔王的攻擊力 跟防禦力 破防 這些都是這兩隻要用 所以這兩隻的命中力要高啊 不然你很容易被魔王抵抗 因為我記得這遊戲裡面設定 魔王的那個 抵抗力還蠻高的 是一個 從小就有喝克尼奶粉的好寶寶 好我們現在打到第2關 他們現在上了很多buff 右邊那邊已經有兩隻了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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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要死掉了嗎 哎 現在剩兩隻 水晶還在硬撐 哎剩一隻了 哎我的同伴被打死了 哎 換我了哎 我們一起上天堂 好我們到第3關了 第3關這個地方 中間會有一個王 其實這個地方你可以 點中間這隻王 就可以讓他快速的過去了 這3個王啊 只要是有這種 它上面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協調 只要把中間這隻王打死就可以了 不過你這個遊戲的AI 好像有點笨笨的 他應該不會 很專注在打中間那個王 所以如果你開全自動的話 這邊應該他就是 他會3個人隨機打 有時候幸運一點 他就會只打中間那一隻啦 然後巨人地下城跟 龍日地下城的 為什麼大家都先打巨人比較簡單 是因為 巨人地下城只有第7層 他的暗系的 會一直給你下毒 你身上會一直上很多的DOT 可是你看我現在到這邊 我身上會 受的 debuff 頂多就是我們這一隊的人 全部被降那個防禦力 但是 沒有降防禦力 那我們這一關 其實到巨人那一關 才會被 boss降那個防禦力 那並沒有像 龍之地下城的第10層 你會一直 被下那個毒 下毒就是你身上會有一個 紅色骷顱頭 紅色骷顱頭 一個就是 減5%的血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 你身上被下了3個骷顱頭 那個龍之地下城 他是連續 連射骷顱頭 他是骷顱頭散彈槍 他會一直射骷顱頭到你身上 那骷顱頭都太多的話 你身上血又不夠的話 每回合如果3個骷顱頭 就每回合 減15%的血 而且那個骷顱頭 我記得 好像是 他是沒有 看客屬的 就是無視你的客屬的屬性 對 好我們現在 你看這個遊戲好笨 竟然還要把左右護法打掉 才能打中間這一個 然後他現在還在 打中間這一機 已經破防了 上了這個 緩速跟破防 跟一顆骷顱頭 還有一個 破攻擊力的 這邊的 光漫在這個遊戲裡面的角色還蠻重要的 當然也是會有一些很厲害的高手 他可以 這個巨人地下城 全自動完全完全不用 光漫 但是我現在還沒那麼厲害 所以我還是要依靠光漫啦 光漫每回的補血 也對班 整個隊上的 隊伍的補血 其實還是有 平衡上 會有很棒的幫助 然後我現在你看 我現在身上每個人都頂了五顆藍色的方塊 就是很多很多的buff在我們身上 我今天組這個隊伍的風隊 他其實就是一個 不斷給自己上buff的隊伍 然後加上我們這裡面的角色的 每一個的 係數都還蠻高的 我的速度 風小仙是這一塊的 風小仙 沒有風格是最快的 風格是223 我的風小仙速度是200 然後風格會快 當然就是因為風格他本身要一直幫全隊上buff 而且加上我的風格在競技場裡面要拼速度 223其實不算快啦 就是還有很多人撐到250更高的 那風小仙會快 因為風小仙他要負責 給全隊上防護罩 這個巨人地下城的一個打怪的關鍵 就是你必須要有一個角色 他可以穩定的給全隊上防禦力增加的狀態 然後這個狀態必須要常常上 而且要上得久 那有人會講說 欸我有水神秘女巫啊 水神秘女巫不是一樣也是可以上那個狀態嗎 是這樣講 沒錯 可是神秘女巫在這個地方有一個小小的劣勢 跟小仙子比起來啊 那小仙子他在放完這個buff之後的 技能冷卻的時間 空窗是一回合 那神秘女巫他是兩回合 這個地方就有很大的差異 我沒有設定這個巨人 我在打的時候 這個打的時候他中間可以設定 這邊boss站 他可以設定攻擊順序 你可以設定先打左邊的塔右邊的塔還先打中間的 然後這個巨人的塔 他左邊的塔是 左邊的塔他是負責 攻擊強化 他左邊的塔會幫這個巨人強化攻擊力 然後右邊的塔 他會 把我們這一隊的人所有防禦力破防 你看我們這邊的人現在已經被破防了 然後 你看你看你看這邊我們已經沒有buff了 一個人死掉啦 這個時候 你看右邊那個風向犬的靈魂再生 把他復活回來了 加上 奶媽持續服血 他那個復活回來之後 等下就馬上滿血了 然後我們在打這個巨人的時候 通常我不建議你們會開 就是 集中打中間這個 我們寧願慢慢打 因為這個巨人他的 右上角 他有一個技術器 你看到 1 2 3 4 4了 4了 5了 這個技術器就是 這個巨人的機制是 他有個防禦機制 受到7次攻擊之後 會向地人 地人 會向 地下城的敵人 進行反擊 凹得好順喔 會向地下城的敵人 進行反擊 就是你這個敵人 這個巨人你不能一直扒他 扒不到妹妹的扒頭 你不能一直扒他 如果一直扒他的話 他就會一直反擊 所以通常我是建議 你打手不要選一種 每一個都是 可以多段攻擊的 這樣子你這個隊伍 大概很快就滅亂了 所以像我這個 我就是會用 風偷或者是 會用 風吸 這個都是 很好的選擇 因為他們都是 普通攻擊都是打一下而已 好我現在是用下毒的方式 在磨他的體力 我上面下了兩顆毒 所以這個巨人等一下滿血 他要攻擊前 他就會先 減掉10%的血 那這樣子算下來 這個巨人應該等一下 就會打死了 然後 這個巨人 好現在下了 兩個 上了兩個 要贏了 要贏了 他被破防了 他被破防了 再打一下 再打一下 再一下 死掉了 好這個地方 就是穩穩的 穩加穩打的方式 把這個巨人地下城的地斜層 給打完了 接下來就是領符文的時間 好掉了錢也不少 掉了3000多塊 我們來看一下掉了什麼符文 有時候會噴一些莫名其妙的符文 讓我也覺得很無言 看一下 喔還不錯啦 掉這個 集中符文 這可以留下來 留就好了 好的以上就是 巨人地下城地斜層的 穩定打法 那更多的遊戲影片 或者是其他的 個人創作 歡迎到我的頻道訂閱喔 我們下回見囉 登登 遊戲犬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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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